遲緩兒不是只有遲緩特質 他們既可以活潑 熱情 充滿溫暖 多拉小妹妹在新生兒篩檢時 發現有肌肉萎縮 但在樂觀的媽媽和新路基金會的幫忙下 接觸更多人事物 眼界寬廣 求知欲增加 也變得不怕生 愛交朋友 她對於駕駛電動輪椅更是駕情就熟 手機平板3C的上手程度也非常快 新工的宅交流最酷的地方是 他們有把輔具 我們多拉需要的輔具 有包含暫暫定假跟擺胃營 有送到我們家裡來 那我們可以做使用 因為講真的 這個輔具要申請或租借其實不容易 尤其是這麼小的小小孩 他們就是需要量身去固定他們的申請 護好租借 那我也跟學校說 我們家裡借不到 有這個需求 學校就是立刻幫我們送來 我覺得很酷 OK 而且這樣是不是也減少了很多的時間 對不對 因為像這樣的小朋友 他們大部分都是要到大醫院大診所去做復健 那復健的地方 其實如果大家有參與到 或者有就是看過會知道 大部分都是屬於大門的器具 小朋友的真的不多 對 那我們就是可以有這樣子的服務 我們真的覺得很棒 然後再加上他們還有線上課程 我們在家裡用手機跟學校做連線 然後他們就可以直接在學校那一端 他教朵拉說 我們現在可以做什麼事情 要做什麼功課 我們可以來練習什麼操作 你對一個教學 我覺得超棒 今年更特別有機會可以到機構裡面去參訪 這其實是我前幾年都一直很想要做的事情 那這一次到了機構裡面 我希望我可以把我在機構裡面的所見所聞 然後分享給更多的人 讓更多人來 一起來關注 我記得我和我的團隊在裡面有好幾度 都情緒都控制不了自己 我先講一下我第一次踏到那個機構裡面的時候 我覺得機構就像一個家一樣 主任今天也在現場 還有很多的老師們 我覺得父母跟陪伴的人的情緒是會 小孩子是會感受得到的 我一到了機構 主任跟所有的老師 都用非常非常有活力 非常非常開朗的心情來迎接我 我一進去就覺得 好像回到了家一樣 好像在這邊學習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情一樣 那我想接觸到了這些早聊的小朋友 我覺得他們跟一般人其實沒有什麼不一樣 他們一樣的開朗 一樣的天真 一樣的可愛 只是因為一些先天性的因素 造成他們需要大家更多的關心以及關愛 那我在基金會裡面有看到 基金會他們用了適合每一個人不同的方式 以及很棒的輔具 來教導每一個不同狀況的孩子 但我看到更多的是 我自己一個感想 結束的時候 然後小朋友的爸爸媽媽來接他們 是 那你就會看 你就會想想像得到 哇 要是沒有像新路基金會這樣子的機構 爸爸媽媽的時間可能都會被小朋友綁住了 那更沒有辦法去維持一個家庭的基本運作 所以非常 我們非常需要像新路基金會這樣子的機構的存在 再度擔任新路愛心大使的李國毅 參訪新路與擁有不同障礙的孩子相處 知漢被療癒到了 因此他也十分支持新路與業者合作的 零錢捐計畫 邀請大家一同響應愛心公益 這幾年前 新路的早療是全國首創的 唯一有PTOTSD三個治療師 在新路內建的兵空 所以大家都知道 從家長的創立開始 一顆父母的心培還是走醫生的路 還是需要什麼 我們就要留守 為了這個 我們很努力的做 我們就是要讓社會大眾 知道我們是 新路是認真 是專業 是尊重 所以社會教育很重要 幾年的長期療癒 我們做了活友小成功 以後我們就有一組專業人士 可以到冰箱做服務 所以政府又委託 以及已經也委託了我們去做冰箱服務 所以目前在新路 我們加上冰箱服務 加上醫療機 在我們自己內建的機構 我們有可以服務就先走 那新路基金會三十六七年來 我們也服務了三十幾萬的家長 家庭 所以新路的努力 其實我現在維廖起來 是社會的成就 不是新路單獨的成就 因為新路單獨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那早期療癒提供的孩子是最基本的 因為人生最重要的階段就是在早期療癒 我的小孩也是在早期療癒 獲得最大的恩惠 所以我對早療非常非常的重視 認為所有的成本都應該發在身上 為什麼我們所有的成就 就是減少社會支援的一些成就 就是減少社會支援的 因為孩子的成就 可以讓大家養成重要的觀念 特殊的孩子只是要特殊方法去 輔導他們 不是把他們當作特殊的人 所以孩子是一般的 我們對待孩子也是從一般的心情來對待 所以這一次的從一開始 找到了靈聚學習計畫 我最喜歡從 今天這計畫叫從一開始 我們老手中叫做我們 零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五血 所以你們給我們的一 我們會生活在生三 我希望生活以後的三十年 會繼續生長 對於食法的教育 從來沒有見證過 就算是在這三年的疫情之下 他們也活用了一些數位的方法 而且讓這些孩子們 就算是在家裡 也可以跟他的生活結合 用他已有的玩具代替補具 來讓他的學習不至於露階 另外 他還更利用了這個 零距離的一個教學方式 讓每一個孩子都擁有自己量身定制的一個學習的目標 雖然慢一點 但是還是有明顯的結果 我相信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其實寬慰了很多很多 食法人家長的心靈 全年在這個 我們這個集團裡面 總共有四個基金會 那分別在 這個 工藝慈善 或者是在 文化藝術 以及我們的環保這個部分 都有不同的這個基金會在負責 那也就是希望說 把這個 賣場 真的是經營成一個工業的平台 那當然 我們希望借助的零錢捐 跟更多的基金會 一起來補助我們的部署 那也希望消費者一起來參與 那 去年 我們在這個 PXP的這個 點數捐款的這個 募集上 我們募到了大概 五千八百萬點 也就是大概 將近五百八十萬左右 那這也是我們的一個 小小的成就 那當然 我們的點數還蠻好用的 從剛剛這個底線 拿來換證明 但是我們覺得 最有意義的還是來 今天政府的這個 安心點數 讓這份點數可以 給更多的這個 需要幫助的人 民眾有更多方式選擇做公益 讓基金會服務的出角 可以拓展到更多孩子與家庭 記者問君台北報告